各个国家舞为最顶级的歌手 从唱功到知名度都是行业听话版 第一位英国的阿戴尔 他是16届格莱美大奖的获得者 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灵魂歌手之一 尽管有观众认为 他的音域比起劫世界有所不足 但他嗓音里包含独特的沙哑质感 和唱功中深沉的表达力 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亚当兰伯特最近在歌手的惊喜表现 绝对是给内宇赏的最沉重的一刻 还没省就唱呢 就轻松调大全场 虽然在美国他的咖位一直聚聚二线 但论唱功而言 没有这个能跟他打的 加拿大天鹿 刘兰伯特帝王 53岁的高音 依旧可以维持A5以下完美质量和音色 如今是全世界唱功维持最好的歌手 唐世比喻为欧美 延练了时尚 做到至今40年 65岁依然可以零食物的开演唱会 早期他的善功还没有很负责 但后来麦当拿不断磨练自己 芝芝可以驾驭音乐剧 达到四个八倍的音域 据说夏奇拉也要来个手替关 这简直是大炮对冠军枪啊 作为哥伦比亚的天后 夏奇拉简直是全能的歌手 不仅有精湛舞技 海山鱼写歌 唱功也是一流 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in Until I reach the end And then I'll start again No I won't leave I wanna try everything I wanna try even though I could fail 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in Until I reach the end And then I'll start again No I won't leave I wanna try everything I wanna try even though I could fail 原来每个国家的演唱会 都有自己的台风和特色 最近每每演唱会的 泰勒公式台风 几乎刷平了全球 先是猫不出场 再回首套扭几下 But it wasn't true I don't wanna keep secrets Just to keep you and I 旁其横一次不伴 晃一圈再拉回来 最后多一下角舞台风气 全场的气氛就顶到位了 韩国女团成员 张员英巡演时随便一个转圈的视频 竟然在国内获得了200万的点赞 俏皮又充满少女感的台风 立马俘获了全网 其他女爱都扭腰的台风 也重新被大家关注到 不过最让人惊艳的 还得是炫耀这场下半路的随便一扭 就获得了千万只拍 日本的演唱会 最吸人眼球的 肯定是台下这些 应援声能盖过音响的宅男们了 因为他们的歌曲很少讲情爱 都是热血的动漫神曲 只要把现场气氛调动起来 剩下的就可以留给 这些男粉们精心发挥了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荡 有丢荣动物人在忙碌碌寻荡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碌碌寻荡 而打败中国歌手的应该只有旺词了吧 因为我们的歌词写得太过于华丽复杂 代表做多的歌手根本不能全都记住 所以国内演唱会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歌手们会不会现场旺词 有时候一不小心也能成就名场面 原来梅梅自带大屏的演唱会 竟然不是全球最贵的 下面这些才是世界之最啊 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在美国超级碌的舞台上 弹射上台后竟站了90秒不动 观众们的尖叫声也从未间断过 主办方为了配合他的演出 甚至关闭了分分钟收入上衣的广告大屏 就是这场旷词表演 将超级碌从一个橄榄球比赛 变成了世界巨星们都要抢着上的最大舞台 1985年美国歌手鲍勃为了救助难民 召开了一场叫拯救生命的演唱会 100多位世界巨星免费出演 最后共募捐了1.27亿美元 其中英国皇后乐队的表演 更是整场晚会的高潮 波西米亚黄香曲也成为了牙叔的千古绝唱 后来还被派入到了电影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亚洲歌手中最具知名度的歌手兵器部 演唱会不仅常常动物虚席 甚至在2001年的演唱会 光是凶杀费用都用了27亿日元 王菲演唱会的天价票 因为当时王菲只开一场 导致歌迷们供不应求 39万人在线抢票 不到一分钟就受空了 最便宜的票炒到了上万 甚至VIP前台炒到了100万一招 这才是音乐的意义吧 就是这五个国家的歌 大大降低了全球的自杀率 这首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一度将日本的厮杀率降到最低 创作者中导美佳在双尔失聪后曾经想过轻盛 但因为音乐 他又重振旗鼓 于是他想用自己的鲜沉经历当作歌词 来帮助那些身处低谷的听众度过难关 这首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黑山为何度决め的 黑山 Black情细 Productions 其实我们很想用最低的 黑山我以当者 黑山如果造型中寻那 黑山 kills人多 黑山使此人多 黑山子 Yok legitimately 黑山亮 黑山而 permitted anyone 黑山作曲 黑山 наход故人 黑山太的 爱尔兰的这首歌据说是高考生必听的神曲 无数人解开了人生疑惑 冷知识周杰伦的名曲道乡 其实是为了08年汶川大地震创作的 当周董在电视上看到了很多人流离失所 所以才特地的创作一首歌 希望他们能坚强的活下去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谁知道像个要继续奔跑 我也不想像是狗的梦我知道 是真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眼光虫带着你逃跑 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 为了最初的美好 为了最初的美好 为了最初的美好